我跟前女友已经分手 那现在正在发展一段新的关系 大致女女恋劈腿 苗伯雅澄清 和前任已分手 同租屋还未搬 现年32岁的新科台北市议员苗伯雅 是台湾第一位公开出柜的议员 去年代表社会民主党 角逐台北市丹安文山区议员席次 成功攻下篮营票仓 在政论节目中看过他谈话的人 都会对他的口条与清晰思维 留下深刻印象 苗伯雅不仅在社运政治圈活跃 感情同样精彩 过去曾与演示新科台北市议员的 林颖梦公开恋情 一度打算做伴侣助绩 但良人感情最后分手收场 近周刊报导 近日苗伯雅与叶姓女助理 在车内积吻垃圾 却与旧爱同居 苗伯雅今天对外说明 强调与前女友已经分手 我跟前女友已经分手 那现在正在发展一段新的关系 这个前女友她知道这件事情吗 你交信女友 知道 这件事情就是 是私事啦 那我们就是都是正常的发展关系 那也请大家 多多注意我们在公共领域的主张跟表现 至于私人的事情 拜托大家请给我们一些贡献 至于媒体指她与前女友 仍牵手一起回住处 苗伯雅解释 是朋友聊天之间的互动 因两年前她与前任女友一同租屋 去年分手后尚未找到新的租屋处 因此人住在一起 现任女友也知道 她与前任同住一个屋檐下 面对媒体提及她与林雨梦的前一段恋情 苗伯雅表示 再多说只会增加无畏伤害 在更早之前的事情都已经三年多前了 那我觉得现在再多讲 其实也只是增加无畏的伤害而已 虽然是公众人物没错 我会承担 但是对于非公众人物的部分 请大家可以一些私人的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